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前往泰國曼高 準備參加兩間大學的交流 被拒絕入境並扣押12個小時再遣送回香港 黃之鋒說期間被禁止與外界聯絡 也沒有解釋被拒入境的原因 只是簡單以英文說說他已經列入黑名單 廖康宇報導 黃之鋒被泰國拒絕入境 扣押12個小時後被遣送返港 他抵達香港後說 泰國海關與警方並沒有解釋 他觸犯什麼條文不讓入境 即是簡單以英文說他被列入黑名單 在我一離開停機兵的時候 就已經有超過20個海關和警察去招待我 我是1點的時候被沒收回鄉政 我是1點的時候被沒收護照 然後2點的時候 並正式送入機場收押所的後隔 在過程中我都不斷要求 我希望去聯絡泰國當地一些人權律師 或者最少都可以至少給我通知我家人 至少我勉強還有人身安全去報個平安 但這些事情都是被當國的警察和海關拒絕 由於他們英文說得都不太好 我都不聽得太清楚 但有一個字聽得很清楚就是Black List 黃之鋒說直至到上機回香港才獲得當局的文件解釋 扣留原因 指他違反當地的入境條例 至於泰國是否受到中方的壓力 他就認為不需要多作解釋 我沒想過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如果我不踏足中國大陸境內 原來我會在香港境外其他收押所裡 是被他們的警察去扣押 我覺得這件事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而當日落機我都聽到 根據一些泰國的新聞報道 就會說泰國當局都有向中國拿一個黑名單 我想連泰國官方都這樣認的時候 我都不需要有特別多的解釋 黃之鋒說 銅鑼灣書店的桂民海也都在泰國被失蹤 對於自己安全回到香港感到慶行 而黃之鋒去年5月前往馬來西亞交流 亦都曾遭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 拒絕他入境並且在原機遣返 黃之鋒星期二晚出發去泰國 準備參加兩間大學的交流 香港眾志與黃之鋒失去聯絡 隨即發出緊急聲明 並且要求保安局及入境處跟進 NOWTV記者 廖康宇報導